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温 我是温温 又见面了朋友们 今天这本美妆日期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Urban Decay的Naked眼影盘 然后呢 这是他们家新出的 叫Wild West眼影盘 可以看到非常的wild的包装 上面是什么皮纹的呢 鱼鳞纹 我也不知道什么鳞纹 大家看一下 这是它的包装 并不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鸭纹系列 我不太喜欢这种鸭纹 这是他们家的Naked的第几个 我已经不记得了 他们家就是最原始的那几个Naked眼影盘 都被我整理出去了 我现在留着也就是他们家的Born to Run 然后Heated 然后Cherry 然后我好像还要Body Heat Body Heat是Tomford 是他们家的Hit那一个 然后最近几年新出的我有留着 其他我都已经整理出去了 然后这是他最近新出的一盘 这些两张告诉大家 从颜色上来说 你可以看到并没有太多特殊的 对不对 这几个颜色就是你觉得你哪一盘 眼影盘里边 然后凑一下 你都可以凑到这些颜色 但是说如果把这几个颜色放到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一盘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眼影的质感呢 完全我的菜 上色度 晕染力 不掉渣渣这一点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赞的 非常非常赞的 今天的眼妆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打造一下 这里边呢 基本上你感兴趣的这几个颜色 绿色啊 我都有用到这样子的 那上色度 晕染度一会儿 在demo的时候呢 大家会看到我说的意思啊 就真的很好晕染 颜色呢 那稍微需要build up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要达到很深 但是呢 我说的是前面的这一个crease的颜色 那后边这一个比较深的这几个颜色 就是你刷子沾上的时候拍一拍粉要 否则的话就会沾上很多 会沾上很多 拍一拍 慢慢的去晕染它 一下子就上色 就是你 刷一下 它就上色了 上色度非常的赞 我是说加深的这几个颜色 那中间这几个颜色呢 就是这种比较crease的颜色 就是你需要build up一点点 然后中间这个颜色呢 你可能就是怎么说的 就正常 我觉得它的分配还是不错的 这种的啊 就是好掌握 好掌握 那先给大家做一下湿色 我们来试一下颜色 我好久没有做视频上的湿色了啊 今天做一下湿色 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这是它 OK 这个颜色呢 有一点点像 eye shadow topper 你不能说它是 怎么说呢 金属感的 我觉得更不拎 闪粉一些 把它们看清楚啊 大家 OK 我今天的光线不怎么地儿啊 但简单给大家试一下了 具体的自然光线的试色 我给大家po到我的instagram上面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 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二 然后呢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OK 就是简单给大家试一下颜色啊 就这四个颜色 这个呢 我知道有的美妆补助说它chocky 我觉得eye shadow topper都chocky 因为里面有干的那种shamer在里面 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后最后四个颜色 我很喜欢这一盘里面的霧面啊 我觉得霧面做得很好 尤其是最后这深色的 大家看一下 OK 这个呢是12个颜影的 试色 觉得这一盘的颜影的这一个 从质量上来说呢 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每一个颜影的暈染的效果 给你的这一个妆感 我觉得都是有质感的这个颜影 尤其是像这种 有一点这种大地色系的 跟这一个绿色 你可以看到是没有任何卡粉啊 或者是脏兮兮的这一个妆感出现啊 所以这一点其实做得非常非常到位啊 Urban Decay该回来了 好吗 该回来了啊 然后 如果我该怎么说呢 从颜色的这一个 整个的颜影盘颜色的选择来说 我觉得颜色与颜色之间的搭配 非常非常的赞 那如果单独拿出每一个颜色来说 没有任何的这一个特点 就是说你可能在 那个眼影盘里见过这个颜色 那个眼影盘里面见过另外一个颜色 那把所有颜色混到一起的话 我觉得这一盘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蛮不错的 那感兴趣的朋友 我觉得从质感颜色上 没有任何挑剔 但是有的朋友说 你不想要这么多的相似的颜色 你可以凑出这一盘的话 你也没有必要去 再去买这一盘 对吧 你不会把其他的所有盘都扔掉 然后就留这一盘 应该不会 所以看大家自己对颜色上的选择 质感上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任何问题的 颜色上我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这一盘对于我来说 Urban Decay 开年第一盘 完全爱 OK 那接下来让我给大家PO一下 我今天的这一个 眼妆的demo 给大家在动作上看一下 上妆的这种感觉跟效果 我先用Nudy这一个颜色 画到我Chris的位置 用我MAC217的刷子 非常Warm Tone的一个中间色 我的意思是Warm Tone的Chris的颜色 在眼睛上边 不是色调呢 其实也偏暖色一些 颜色上需要叠加一点点啊 不知道为啥 我没有拍刷子 正常的话 我自己是拍刷子的 这个呢 我没有拍刷子 然后我来会儿沾了几下 才是现在的这个颜色 OK 然后这它里边粉的感觉 来看一下 也有粉浮出来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继续去Warm 我这个Chris 我要用的是这个颜色 叫Ghost Town 在这里 有点砖色在 我没有拍刷子 我感觉拍刷子 来回的又沾很多 跟砖色相比 这好像有一点 红色痛在里边 红棕的 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要一直往前面晕染啊 不仅仅晕染后边 这个呢 也有很多粉浮上来 大家看一下 质感呢 有点像Born to Run 那一盘的质感 拍刷子的话 需要来会儿的去叠加它 不拍刷子的话 刷子摘上均匀的粉 就可以预染得很漂亮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粉 掉下来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要用它里边的 这一个绿色 就是为这个颜色去的 对吧 找一个扁平一点的刷子啊 我用这一个 Bobby Brown的 Cream Shadow这一个 然后我要沾上 这一个绿色 在这里 我先干用啊 没有掉粉 没有太多掉粉的现象 然后接下来呢 斯芬兰的 这一个Cris Brush 然后我要沾上 这一个绿色 在这里边 拍一下刷子 然后我压到 颜尾的这个位置 然后给它晕染过来 因为有了其他的 这一个打底的颜色啊 然后我相信 这个颜色呢 会稍微的 share掉一些 非常非常的上色 你可以看到 它的晕染力 非常的不错 我大面积的 去晕染一下 这个你在用的时候 一定要拍刷子 绿色的粉呢 基本上 因为它里边的 pigment的关系啊 基本上都会很松散 有点像紫色的眼影 OK 然后我用我的这一个 Morphe M50几呢 506 OK Morphe M506 然后我去 稍微的晕染一下 OK 然后呢 我用手 沾上这个颜色 我想用好久了 叫Cowboy Rick 这个颜色 漂亮 然后我把它压在 我想要提亮的地方 这是呢 有闪粉啊 就是有点亮晶晶 亮片那种感觉的 多多少少的 会掉一点点 小渣渣 小亮片 但是非常的好看 来大家 把你所有的感觉 哎 不太均匀 有跳伞的地方 太漂亮 大家看一下 嗯 漂亮 跟我今天的衣服蛮配的啊 这个眼妆 然后眼头的位置 眉骨的位置 手上剩下的这一点 鱼粉 然后它 划过来 很好看 然后呢 接下来 下眼线 不用 Instapop Real Technic的这一个 我不用这个绿色啊 我直接用这一个深棕色 然后画一下 我下眼线的位置 这颜色叫Whiskey 漂亮的一个色 Whiskey 他们家的眼线笔 也叫Whiskey 我最喜欢的 眼线笔之一 来点养心啊 吧 我用这个 Ramon London的眼线笔 月体眼线笔 最近新丑 这个呢 我是在Target买的 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 美国这边 本来说这个眼线 真的是好好画 非常漂亮的一个眼线笔 我正常的时候 是不太喜欢这种 Spongy Spongy的刷头 但是这个刷头 真的是很好用 然后睫毛膏呢 用的美宝脸的Sky High 这个睫毛膏呢 你要多用几次之后 它才会给你 一点点那种长度的 就是像广告上 长度那种感觉 那Volume上呢 我自己还是 喜欢那一个Hourglass的 所以用完之后呢 我是不会回购 OK 这一个眼影盘啊 说实话 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朋友 如果啊 我是说你对它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是很值得一试的 它里面的质感呢 跟Urban Decay的 其他的Naked系列 我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像 我觉得它粉纸的质感 非常像 Urban Decay的Born This Way 就是有一点上色度 粉纸呢 非常的怎么说呢 细腻啊 该怎么说吗 该怎么说啊 细腻 不像就是Urban Decay 就是三代 二代三代的那一个粉 有一点点浮的感觉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去晕染的时候 就感觉就是 晕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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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了 然后再叠加 就很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不太喜欢Urban Decay的R3 我基本上都整理出去 第一代也没有了 这样子 好像就留一个 Heated Hot Cherry 那几个 好像就留了后出的那几个 这样子的 这个呢 我真的是蛮喜欢的 颜色上完全写的 我的名字 我非常喜欢这里面的这个绿色啊 目前为止 用的还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这个颜色呢 如果你不喜欢Flickery 就是有点飘的那种 Glitter那种粉的眼影的话 你可能不会喜欢这边的这两个颜色 但是你不介意眼影Topper的话 这个呢 如果你说它Chalky 我也同意 但是呢 我觉得跟Chalky相比 它更像一个眼影的Topper 就是有点 Bling Bling的感觉 Bling Bling的意思吗 就是有点Bling Bling的感觉 这样子的 所以呢 这种质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是一个眼影的Topper嘛 上了眼睛之后 我觉得一没有掉渣渣的现象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脸上 没有任何掉渣渣的现象 然后跟眼影结合的也非常的不错 质感也超级的漂亮 这样子 眼影与眼影之间上色的感觉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绿色 跟这个大地色系 晕染起来非常的好看啊 质感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是很有质感的一个眼影盘 颜色上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啦 但是 这几个颜色放到一起 打造的眼妆 我觉得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个眼影盘可以达到 还没有哪个眼影盘可以达到 那说到这一个 跟它比较的话 我没有觉得哪个眼影盘 可以跟它比较 但是这里的颜色 颜色分开 单独颜色拿出来的话 我的眼影肯定有这种颜色 每一个都能找到 每一个都能找到 但是把这些颜色放到一盘 我觉得这一盘做的还蛮不错的 大家觉得呢 我是给它一个点赞的 然后我觉得感兴趣的朋友 还是可以收这一盘眼影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Urban DK的这一个眼影盘的review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简单的分享一下 做一个参考 如果有朋友对它感兴趣的话 然后希望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信息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得到帮助 或者是喜欢今天的这一个卡住了 今天这篇美妆日记的话 不妨多多点赞一下 新来的朋友 如果你对美妆感兴趣的话 就订阅一下万万的美妆频道了 我们就下一篇美妆日记 再见咯 大家 Bye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